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8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行动起来 共产党官员的家人、亲友、私生子女 将会被各国政府赶到大街上去了 在美国时间的12月7日 郭先生发了个盖特小视频 在小视频当中 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拜登在中共一再威胁 一再抬高出价的情况下 宣布官方不出席北京冬奥会 美国官方不参加 运动员去了没有用 那就等于完全废掉了 欧洲和日本也会跟随美国 官方不会参加 中共办不成奥运会 中共不但办不成奥运会 还会让他丢大人 二、昨天对郭先生家人和员工 在零下四度穿着睡衣 轰到马路上去 盘古七星酒店和公寓 以物业名义全部接管 在秘密翻译组翻译完 发给所有国家政府 看完以后 所有人都认为 简直不可思议 这比当年的苏联 萨达姆 卡扎黑 还荒唐 独裁可怕 郭先生对西方人说 你不担心这事会发生在你们国家吗 西方宗教人士已经定义为 这场疫苗为共产主义一帮人 想统治人类的一场生物大战 中共是共产主义的最高代表 三 看看现在从深圳惠州 广州 福建 厦门 到北方的大连 哈尔滨 这些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 都什么样子了 西部城市就不用说了 穷的别提了 房地产27个城市限跌 不让降价 这比抢劫还可怕 四 所有银行改报表降准的同时 让银行在春节前提高还旧带薪 这就是明着作假 以后再抓你 五 在广东 在所有外来的和出口性的商业 预先交税 就是把明年预计营业多少 先把税给交了 国内四星级五星级酒店 还能活得了吗 在中国的四季酒店 希尔顿酒店都准备搬了 现在还在跪舔中共的几个美国大商家 只要美国经济一下滑 这几个商家也会撑不下去 六 在盘古员工被赶到大街上以后 周围的邻居和老客户去找盘古的老员工 给他们送吃的送喝的 过去五六年 所有盘古绿达赚的钱 都在公安警察的监管之下 郭先生家族没有拿走一分钱 这些员工是在给共产党打工 盘古A座和酒店 早晚有一天会着大火 因为共产党的能力根本管不了 酒店和龙头一定会着火 公寓不会 因为公寓没有先进的消防 安防 上下的风道效应系统 预达是双筒双塔结构 还有大量的木头装饰 也会着火 七 美国会把美元支付系统 swift系统停了 那时就不是郭先生的老父亲 家人 员工被赶到马路上 那时将是共产党的家人 睡到大街上了 全球的新中国联邦的战友 要在所有的国家了解共产党官员 在海外各国的资产 财产 亲人朋友的详细的资料 和当地各国政府合作 把这些王八蛋的爹和娘 还有他们的私生子女 依法让他们爹娘 兄弟姐妹们 尝一下睡大街的滋味 让他们也感觉一下 我们所有中国同胞 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 当他们出国的时候 一定要在机场采取行动 听完郭先生的盖克小视频 第一个感觉 就是太爽了 太解气了 如果所有的中国人 都能像郭先生这样 你走一步 我走十步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共产党还能这么嚣张吗 如果全球的民众 哪怕有千分之一 郭先生这样的勇气 能让各国政府被逼打疫苗吗 不打疫苗 就不能出去吃饭 就不能出去工作 这不是独裁 这是什么 所有的恶魔 都是欺软 怕硬的 若所有的人 都团结起来反抗 那些暗黑势力 早就被扫到 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以前在电视剧里 看到的正义力量的大反击 终于在我们新中国联邦人身上 看到了 在2017年11月20日 在所谓的北京大兴区大火 吞噬了19条人命之后 谁知道这大火是怎么起来的 说不准是他们故意放的呢 就为了驱赶所谓的第一端人口 当时多少人在北京零下 十几度的严寒天气里 被赶到了大街上 一夜之间 很多人的谋生手段 突然被毁掉 就好像遇上强盗似的 只不过这是中共政府干的 还说这是因为关心他们 很多人被勒励 在两三天之内搬出住所 不搬就断电 断水 拆房 把你的东西扔到大街上 在他们搬出的建筑里 还能看到吃了一半的方便面 和被遗弃的玩具 想象当时那些人被赶走时 那些强拆人员有多可恶 连方便面都不让人吃完 建设北京的时候 就让这些农民工 在北京住着这种简陋的 甚至是地下室里的房子 每天拼命的工作 去建设繁华的北京 上海 深圳 这种大都市 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 若没有这些辛苦 劳作的农民工 怎么可能呢 这些农民工 在所在的城市 没有户口 他们的孩子 还要被迫上那种民办的学校 师资力量非常的差 到老了 就要被赶回农村去 没有任何福利 等到这些个城市 觉得你是累赘的时候 不想要你的时候 就一下子 突然之间 把你扔到了大街上 不管你有没有住的地方 有没有吃的地方 在零下十几度的北京 严寒天气里 就让你睡在大街上 他们不会管 而当时我最感到气愤的就是 很多北京人 还觉得这样做很好 因为他们认为 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 影响了北京的市容 影响了北京的治安 很多所谓的中产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他们就认为 是他们自己的努力 而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不认为这是时代的大趋势 是农民工付出的血汗 是中国政府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剥削农民 当哪一天强差 也发生在这些 没有同情心的 所谓的中产头上 就好了 2015年北京特警 闯进了郭先生的盘骨 带走了郭先生的家人和员工 郭先生离开了中国 去到美国 2017年1月 郭先生开始爆料 这四年多 在郭先生引领的 爆料革命的带领下 美国和全世界 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他们对中共的态度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全世界都在觉醒 并且对中共的公司企业 实施了各种制裁 很多大公司都在撤离中共国 现在他们又把郭先生的老父亲 盘骨的员工 在北京严寒的天气里 赶到了大街上 他们真是惹错人了 这四年多 郭先生对他们的打击 他们看不到吗 本来还要让共产党官员的家人 朋友 私生子女 再舒服个一两年 没想到 现在他们就急不可耐 对郭先生的老父亲员工下盘手 那郭先生还能饶得了他们吗 所以现在郭先生又开始进行反击了 记住 现在已经不是2015年 不是2017年 而是2021年了 全世界已经在醒来 新中国联邦的力量在逐渐的壮大 在全世界的新中国联邦人 都会采取行动 在所有的国家了解共产党官员 在海外各国的资产 财产亲人朋友的详细的资料 和当地各国政府合作 把这些共产党官员的爹和娘 还有他们的私生子女赶回中国去 把他们的资产动机 以郭先生掌握的情报 和遍布全世界的各国战友 国内无数的隐蔽战线的战友 想要查清他们的资产 不要太荣誉 共产党官员的家人 你们就等着吧 有你们在风中哭泣的时候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